男子在相亲平台冒充军人骗财骗色 游走在八个女人中间 一女子被骗上万元 综合媒体3月8号报道 3号 扬州警区公安分局通报一起 刚刚破获的冒充军人招摇状骗案 犯罪嫌疑人刘某先后与八名女子谈恋爱 骗财又骗色 2022年年初 警区分局城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在网上认识的男友将其汽车开走后失联 民警了解情况后 男子刘某进入警方视线 据了解 2021年6月 张女士与刘某在婚恋平台上相识 刘某自称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 正在部队服役 离役 在扬州有房产 转业后将安置在某机场工作 取得张女士信任后 刘某和他确定恋爱关系 对其骗财骗色 根据张女士提供的信息 民警对刘某身份进行研判 经出查 刘某今年32岁 无业 无服役经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该男子在多地涉及多个类似警 且有诈骗前科 2020年10月至2021年5月期间 刘某通过相亲平台结识王女士 谎称其系南京空军部队转业军人 离役 现为民航飞行员 在与王女士同居期间 刘某以帮助王某的哥哥找工作 帮助王某的小孩在南京军区上学为由 骗取人民币12,545元 与此同时 2020年10月起到2022年1月 刘某在多个相亲平台 虚假填报军人身份信息 利用未婚女士对军人职业的信任 与崇拜心理 以恋爱为名 与多名受害者发生性关系 编造事实骗取财物 合计20436元 侦查过程中 民警赶赴多地联系其他受害人 核实情况 固定刘某的犯罪证据 同时 对刘某的行动轨迹进行研判 发现其行踪飘忽不定 频繁往来于南通 长州 宝印之间 但最近的一条浴室留宿记录 让其难逃法网 经过十余小时埋伏遁守 警方在浴城包厢内 将犯罪嫌疑人刘某抓获 面对审讯 刘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 犯罪嫌疑人刘某 已被扬州市寒江区检察院批捕